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键线索也没有啊 这可怎么长 还是接着找吧 这个时候视角就换成灰太老了 当然 有我协助寻找东西的话 肯定可以找到蛛丝马迹的 比如这盆花 花盆下面好像有个类似按钮的东西啊 按一下试试吧 书架怎么移动了 废话 这是触发开关了 还不快去看看 没想到啊 这书架下面居然藏了一个洞 这该死的老头 心机挺深啊 要不是羊毛他观察的仔细 谁会知道一个破树架下面居然还暗藏玄机 现在本大网就下去看看 里面到底藏了些什么东西 这就是洞的内部了啊 还好不算太深 就是没法再上去了 得想想办法 先四处逛逛嘛 这里有三根羽毛 因为这个地形里不能计时存档 所以需要按W消耗羽毛进行存档 这里就一直往前走就可以了 没走几回 灰太郎就发现了异常 口中蹦闹着 奇怪 怎么又回到这里了 再走进去 灰太郎就显得有些无语了 不会吧这啊 怎么就跑不出这个鬼地方了啊 冷静 我得冷静 这一定是那老家伙设下的陷阱 肯定有一条路是正确的 这时就可以向下移动了 这里有一张纸条 依次写着ENSEW 天越来越黑了 根据提示 灰太郎按照东北南东西的方向 终于绕出来了 慢洋洋这个老头在搞什么鬼 要不是本大王从我们家 其他人肯定出不去 不过 这阳村地下都是挺大的嘛 带本大王速速探索一番 阳村历史博物馆 图书市的地下 为阳村内阁的秘密基地 由阳历3503年修建完成 此基地入口极其隐蔽 麦洋洋村长称 是为了防止狼族入侵而特意修建的 其内部结构极为复杂 稍有不慎就会迷路 因此在修建完成后的第三个月 麦洋洋村长便禁止出阳村内阁人士进入基地 也不允许任何人谈论关于基地的任何内容 怪不得这地方从来都没听说过呀 等等 这书里好像有一张纸 这是什么鬼东西 这个玩意儿我只知道跟音符有关 但怎奈我看不懂啊 这里就有一架钢琴 都弹对了就可以打开隔壁的门 里面有个折叠梯 有了这个玩意儿 我们就可以回图书馆了 是不是一直让我们即刻出发 快跑啊 没有再追过来吧 真没想到这地下也有凶灵啊 这门怎么自己开了 既然这样去会议室找表哥吧 你给我站住 不好 是红太郎来了 赶紧进去 好的小伙伴们 本期视频到这里已经结束了 这里是羊猫君 关注我 去发现更多好玩有趣的游戏 对呀 对呀